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这个单元是法剧经故事集 我们已经进入第十品 刀杖品 几乎最后的一个故事 也对应故事部分有两则的法语开示 内容就提到的是说 世间有羞耻心 克制自己 不照恶业 时时保持清醒的人 十分稀少 他们如同两马 不犯错 而避免受鞭打 这是第一个法语 内容主要是要对应我们在刀杖品里面 本来都是因为有这种伤害行为 然后受到的这一些恶业 当然在这个中间只要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也可以因为世间的这一些的变化 而能够观察到世间的真相 就是放下我们的贪爱 知道世间是无常 那也就可以进入这种真理的观察 那在这里所谈到的也就是在世间 真正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人 实际上是非常稀少 所以我们深深的感觉到 我们常常听说佛法难闻 经以闻 人生难得 经以德 如果我们不像此生来度此生 那更待何生来度此生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听闻到佛法 是真的让我们了解生命的真相 那能够按照这样子道理去修行的人 实际上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这里提到说 世间能够有羞耻心的 也就是说知道不对的事情 是有惨有愧 这样子是很少的人 因为世间大部分的人 他的问题是因为执着自己的贪爱 或者是自己的这种称恨 那以这样子为出发点的时候 那么他所做出来的 当然是只是利益自己 那可能就是会伤害别人的事情 他就不会觉得不应该 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前提 要有羞耻心 就不是这么容易 而且还要能够克制自己 克制自己就是 我们有贪爱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 而去伤害别人 像如果小偷去抢劫的人 他为了想要自己享受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来的 他就看到人家有这样子的资源 他就想要占为己有不劳而获 那这样子呢 他就是放纵自己的谈语 那或者是诚恨心 他看人家不满 他要伤害别人 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那这样子呢 就是造恶业 所以呢 世间要有羞耻心 克制自己 而不去造恶业 就是不放纵自己的这种恶念 去造作这种伤害的行为的恶业 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 他是时时保持清醒的人 所以我们说能够学习禅定 能够关照的智慧 也就是从保持清醒而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 有这一些的贪爱 有这些的称恨的心 我们自己看得到 保持清醒 就是不要放纵 我们这一些的念头情绪 就去执行 那这样的人呢 其实也就是等于在修行的人 所以修行呢 还是要从我们的内心 能够清楚看到 而对自己克制 那这样子的人是很稀少的 所以后面呢 就用辟喻的 就说好像是一匹两马 他不犯错 而避免受鞭打 也就是说这个马匹也很多 那可是有的是野马 有的马也不知道 他的任务 就是应该是要在古代的话 这马就是当作这个要拖着这个车子 那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所以他跑得快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能够认入 而且知道这个主人 他的这个驾驶的这种用意 要他轻轻的往右 他就知道往右 往左他就知道往左 所以他就不会犯错 因为他懂得主人的意思 那要走正确的这个道路 所以他就可以避免受鞭打 所以用这样的辟喻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那如果是一个有羞耻心 克制自己 不照恶业 实时保持清醒的人 那我们就是走了正路 也就是我们说的 能够走上修行的正轨的道路 那这个故事所对应的第二个法语 也从这个辟喻里面 在就是深入 就是让我们多了解 那修行的这一些的 有关的内容 所以提到的说 人应当像两马 加鞭般的精进修持 并且以信 戒 精进 正定 分别正法 民行足 正念 消灭 大苦 所以后面呢 就讲到了 像两马一样的 就是能够加鞭般的精进修持 也就是一匹两马 我们说 见鞭影而飞驰 就是他还不要等到 这个 这个 主人啊 马夫的这个 鞭条啊 打下去 他一看到这个影子啊 就是看到马夫拿起这个鞭子的影子 他就知道说 他要加鞭要赶快走啦 所以呢 他就可以 预知 就是要精进修行 就等于是说 我们还没有碰到这个恶业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无常啊 我们就知道说 人是要修行的 那我们人应该要追求 怎么样子是生命的真相 能够利苦得乐 能够解脱烦恼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精进修行 就是像 辟育的两马一样 见鞭影 而就能够赶快 就是飞跑 所以 在下面呢 就是还要让我们知道说 那一匹马匹是要 能够精进的修持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以信 就是有信心 因为我们 就是 没有真正了解真相的时候啊 我们听 一位有证悟的人 像佛陀啊 或是我们的三知识啊 师长啊 有修行的人啊 他告诉我们修行的好处 我们不一定接受啊 因为如果我们是单逆于这个世间的享受啊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世间就是要有钱 然后呢 要能够过着享乐的生活啊 或者是 有的人是要有名望啊 有地位啊 有权势啊 那 就是羡慕 这世间的 这些的荣华富贵啊 那这样子的这种 生活方式 跟这种观念啊 他不会觉得说 哦 那 佛法讲的这种生命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觉得说 嗯 这个 不愿意听 也不能相信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当然 就是 非常的可惜啊 可是我们前面 这个故事里面啊 其实 三达底 他也是大臣啊 那他还没有体悟之前啊 我想他也不太相信 可是当他看到 就是 明明呢 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那突然可以死掉啊 那他就 触到的这个生命的 这种 深层的问题啊 所以呢 他会痛苦 然后 要 寻求 解决这个痛苦的方法 所以 这个就是 当时呢 他自己有这种 期望 所以我们 能够听到这样子的一种 教导啊 能够起信心的 其实 也是善根深厚啊 也是不容易 可是我们也可以 透过勉强 也就是说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 还愿意这样子去修行 而且 有这样子证悟的人 应该是有这种事实 所以呢 有一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因为 我们相信 然后我们就会 勉励自己去学习啊 那接着谈到的就是 戒 也就是 我们一开始 就是从我们的 生活规范啊 就要做调整啊 像说 杀 杀 盗 盈 妄 酒 那这些呢 就是 最能够 勾引我们的心 起贪质的 那这些呢 就是要去除掉 所以 戒就是让我们呢 能够开始啊 趋向一个 学习 清净的这种 行为诡范 那做这样的基础 让我们的心 也容易呢 就是进入 这种 有诡范的状态 就容易安定 所以下面又有精进 也就是 我们要 怀着一个 有这种 就是 要渴望 学习 正面的 这样的一种 我们的精神 就等于是 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要去实践 那下面又有 正定 分别正法 明行足 正面 那这样子呢 来消除 大苦 也就是 我们说的 八正道里面 或者是 我们有五种 这种 这种 方便法 就是能够 学习 正定 心 要能够 趋向安定 就是我们的心 有一个 让我们能够 就是 安定的对象 所以我们说 所缘境 像念佛 让我们的心 能够以佛号为对象 就 让我们的心安定 或者是观察我们的呼吸 那这些都是很单纯的 非常的单纯的对象 因为我们的心 如果 没有以这些单纯的对象 来作为专注的 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散乱 那我们的心 就是随着妄想 在那里打转 那这个时候 心是乱的 所以正定 就是按照佛陀所说的 让我们的心 在一个很单纯的对象上面 然后保持专心一致 那就趋于安定 所以这个是定 那分别正法 也就是我们要有一种 智慧观察 也就是说 我们的分别 是要能够 从一开始 我们分别说 世间法跟佛法 它的差别 为什么 我们要学佛 我们不要在世间里面打转 那因为世间 让我们的心 着迷 那起这一些的贪生痴 那如果我们 把心导向佛法的追求 那是一种清静心 是让我们可以 没有贪爱的 这样的一种修行 所以我们从 就是基础的 这样的一种善分别 然后呢 再来分别说 我们自己的心念 它是属于善 属于恶 然后再分别 我们的心性 里面呢 这个五蕴 它是假的 然后能够看到 我们心的本质 那这样子的一种 进度 它就是 有一个层次的提升 然后到达明行族 就是 佛的十号之一 也就是 佛是有智慧的 那它的智慧来自于 它正到欧罗汉果 所以它能够知道 舒适通 还有能够 有这种天眼通 知道世间的过去未来 然后呢 它还能够 正到欧罗汉果的清静行 就是 漏静通 所以这个是明的部分 那行的部分 也就是 佛陀呢 他能够 就是具足一切的善行 就是他的身口 恶业 就是 有这种行为举止的 他都是 非常的圆满 也就是具足的界定会 所以称作明行族 族就是圆满 所以 他的明 他的这种 正悟的 这种 这个智慧 还有他所行的 都是善行 界定会 然后族都是圆满的 那这样子呢 就是 他已经是 正悟的抉择 那保持正念 就是 他随时都专精一致 正念就是 我们都是当下清清楚楚 当下清清楚楚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能够消灭大苦 那这个是法语的部分 那对照 故事里面 他是提到的是 一位年轻的比丘 跟 他的破旧的衣服 那这位年轻的比丘呢 主要的是 因为他在 还没有出家以前 他其实呢 是一位乞丐 所以这故事里面 谈到说 他是很年轻的 一位 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 是叫做 Pilutika 那他呢 就是穿着破旧的衣服 向人乞讨食物 也就是说 他没有去做工作 那等于 他就是一个乞丐 那当时呢 设立佛尊者 看到他 就出于一片的慈悲心 就建议他说 那他不如就出家 做比丘 然后 毕如提卡 他就接受了 设立佛尊者的 这样的建议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 破旧的衣服脱下来 还有他乞讨的这个 坛子 就收起来放在 这个一棵树下 然后呢 他就出家为比丘 那他出家了以后呢 他就不用再为他的 这个衣服跟食物 就担心 就等于是说 他出家了以后 也是这个脱波起食 然后他就穿着 这个出家比丘的袈裟 可是呢 他呢 有的时候啊 他就对比丘的这种生活啊 他就觉得不满 他还是想还俗啦 那在这里啊 我们就要做一个思考啊 也就是说 他还没有出家以前 他本来也是祈祷过活啊 那他出家了以后 他当一位比丘啊 他也是一样去脱波乞讨啊 那到底他有什么不满呢 这个差别就很大啦 就表示说 这个出家众里面 这个佛陀的时候 比丘是要去脱波化缘其实的 那这样子的生活啊 是很简单 可是呢 出家的比丘不是乞丐 因为他只是为了生活简单啊 所以自己没有去购买食物 没有去煮 那就是肚子饿了 时间到了日中一时啊 去脱波其死 那回家了以后吃完 他就是要修行啊 要打坐啊 要天文佛法啊 去探究生命的真相啊 所以这位皮鲁提卡呢 他过这样的生活 本来很像乞丐啊 可是呢 不是乞丐啊 因为乞丐的话 他只是为了 就是顾他的这个三餐啊 然后呢 他可能 就是乞丐完啊 他什么事也不做 可能就是睡觉啊 或者去玩耍 可是做了 比丘啊 就不是像乞丐一样啊 所以 他的生活不满 他可能 就是对于 这个当比丘呢 还有很多的 要修行 还有很多的 这些的精进用功啊 所以可能呢 他就是 对于这些的 出家的要求啊 他可能就起退心啊 所以他就想还俗啊 那每一次呢 他有这种还俗的念头升起的时候啊 他就走到 他就是收藏他自己 出家前的这个破旧的衣服啊 还有他祈祷的这个盘子的那棵树下啊 那他就去到那里呢 他就开始责骂他自己啊 他就是 还是有一个反省的能力啊 他就骂他自己说 不知羞耻的人 你难道还想穿上这件破旧的衣服 拿着这个盘子 到处去祈祷吗 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 他就是舍弃了这个比丘的身份啊 然后又回去这种 只知道祈祷过生活 可是呢 并没有自己要能够增长 或者是自己努力修行的这样子的一种内涵啊 所以呢 他就每一次都这样子责骂他自己 然后呢 他自己责骂了以后呢 他的这种还俗的这种念头啊 就会放下 然后呢 就是心呢 又保持安定了 又回去金色去修行 然后呢 他回去的金色以后 过两三天啊 他又对这个比丘生活不满啊 然后他又到那个树下 然后又责怪自己 就这样子的来来去去啊 那他就发生这样子很多次啊 那经过这么多次的这种好像 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啊 那这些比丘呢 其实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啊 所以很好奇的就问他说 哎 那你到底是去了哪里啊 那他自己呢 他就回答 这些比丘说 他是要去找他的老师啊 那也因为呢 他每一次回去这个树下 就是收藏他的这个出家前的这个破旧的衣服跟祈讨的盘子的时候啊 他都很认真的在责骂自己 然后呢 他就是在当下这样子的一种情境里面啊 他的心就好像呢 都是针对这个问题啊 就加以参救就觉得说他每一次都有这种念头 然后呢他就会责怪他自己 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心啊就好像就放在他以前的这个破旧的衣服啊 当作他禅修的所缘境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心啊 起的这种五蕴的实相 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就有很深入的这种记载啊 也就是他每一次看到他的旧的衣服啊 然后起的这种还俗的心念啊 他就观察到说那实际上这个五蕴的实相啊 只是一种啊 念头的起伏啊 所以他这样观察的时候呢 他就证到欧罗汉果啊 所以他证果之后呢 他就不回去这棵树下了 因为他已经解脱了啊 所以当时啊 这些比丘就看到 他为什么不再出去回来 不再这样出出入入啊 他就问他说 你怎么不再去找你的老师呢 他就回答他们说 他说我以前啊 去找老师是因为有需要啊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当然这些比丘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那他们就去请教佛陀 然后佛陀呢 就告诉这些比丘啦 因为这些比丘说 是他真的证到欧罗汉果吗 那佛陀就回答他们说 比丘们啊 这个披鲁提卡比丘啊 他是真的已经证到欧罗汉果了 那他呢 就是以前啊 因为呢 他常常还有跟他的老师联络啊 可是他现在呢 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他已经懂得如何自我调试 而且呢 他能够分别正确跟错误 所以呢 他能够看到这个诸法的实相啊 所以他不再执着过去的老师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啊 一个比丘的过程啊 实际上他也可能有这样子退转的可能 可是呢 他如果心是有一个就是羞耻心 他有一个真正要探求真理的这种心啊 那他从这样子的一个专注 他还是可以证到诸法的实相的啦 那这个是比较深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岂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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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诗诗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4月23日星期六 正式上课 欢迎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当日原定供修课程暂停一次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供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慈悲之业 高雄中山书坊 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八观在界 不生即慈悲诗诗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下午一点半 佛学讲座 讲题 鼎诞弥陀 随缘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下选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南魔距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除发心护主 不动如来 南魔距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除发心护主 不动如来 南魔距种种三摩地 灭除疑惑 除发心护主 不动如来 念诵以便 能消除罪障 直至成就佛果 不堕三恶道 决定成就 究竟圆满之佛果 莲花化身